你一定想不到,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老北京鸡肉卷,好吃到撑都吃不够,而且做法非常简单,首先按照字幕的配比,合个面团,饧面30分钟,中途揉一次,饧好的面搓成长条,下成等份的剂子,搓圆,擀成薄饼,放入锅里烙手,又薄又劲道的小饼子就做好了,鸡胸肉给它切成长条,放入碗里,加入葱姜,生抽,蚝油,一勺二凉腌制料, 抓拌均匀腌制半个小时,这样腌制的鸡胸肉非常的入味儿,接下来我们准备这种肯德麦都在用的炸鸡裹粉,用这个粉炸出来都非常的酥脆,先把腌制好的鸡肉裹满炸粉,再裹上一层水,然后再放入裹粉内,用手轻轻的捏,抖出多余的粉,这样鳞片就出来了,五成油温下锅炸,每天都在分享做饭的小技巧,能不能给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支持一下,非常感谢,保持这个油温炸8到10分钟左右, 炸到表面筋黄酥脆就可以捞出,放上配菜和鸡胸肉卷起来,一口接着一口,太满足了,你也赶紧去做起来吧!